一场不期而至的洪水 引发众多的自然谜题 一个自然天成的巧合 提示千年寻枯的奥秘 一确其官 比中国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湖北 河南河北也是这样 以黄河为界来确定他们的名字 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这个地方有些特别 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它名字的由来 而让它引起众人关注的 却是不久前一场不期而遇的洪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0年7月24日 河南地区连降暴雨 洪水导致洛阳市潭头镇的 伊河汤营大桥整体垮塌 然而翻滚的洪水并未减缓流速 反而更加凶猛地向下游冲去 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 引起人们的担忧 因为伊河的下游是人口密集的古都洛阳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离洛阳城12000米的位置 这里的岩石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 非常容易被水溶石 不仅如此 山体上还布满裂系和溶洞 加上大量石窟的开凿 有些洞壁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面对来世凶猛的洪流 这个传承千年的石窟圣地 会不会被彻底冲毁呢 此时伊河水的流量是平时流速的63倍 急流狂奔的洪水顺着伊河向龙门石窟冲去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 石窟的时候似乎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阻挡 突然变得平静和舒缓起来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次洪水导致伊河水位攀升 直逼1982年时的水位高度 却未对龙门石窟造成明显损害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奇特自然现象的发生 伊河流域的地质和地理环境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为了破解谜团 地理中国设置组随同有关专家 开始对伊河流经的龙门地区展开科学考察 颜绍军中国地质大学 盐土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心教授 多年从事不可移动盐土文物的保护工作 考察队了解到历史上每次伊河泛滥都会给龙门地区带来巨大威胁 伊河源头区海拔大约1700米 而下游黄河的入海口海拔不到300米 西高东低的落差加上支流众多的特性 导致伊河成为龙门石窟的最大隐患 然而无论多大的洪流只要靠近一处叫伊雀的地方 都会降低流速平安通过 这个颇为离奇的说法引起专家的极大兴趣 伊雀到底在哪里呢 考察队决定首先从空中俯瞰龙门地区全貌 一番准备之后 航拍机稳稳地离开地面 这时传回的航拍画面为我们呈现出一片丘陵地貌区 它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 大面积裸露的山石岩石交错 微微壮观 蜿蜒曲折的伊河水像一条飘带落在东西两山之间 向导告诉我们这里自古被称为伊雀 古人就是因为发现了形似两扇大门的自然奇观 才在两岸的岩壁上修建了如此规模宏大的石窟 而伊雀就像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千百年来保护着龙门石窟 如今在莲花洞旁的岩壁上 依然还能看到古人留下的伊雀印记 伊雀奇观的神秘之处究竟在哪里 它为什么能阻挡住季节性的洪流 这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岩绍军教授决定对航拍资料进行分析比对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伊河两岸的东山和西山上 所有的斜向列系 方向角度极其接近 仿佛是一座山被批为两半 然后再将其分开一半 从而使得原本属于同一物体上的纹理 被分别留在两个半边的物体上 如果将两座山体进行拼接的话 纹理竟然完全吻合 专家由此认定 伊雀地区的这两座山体原本是相连的 那么如此整齐的一个缺口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考察队了解到 在民间也有过很多有关于伊雀形成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期 洛阳南面有一大片烟波浩渺的河水 周围青山苍翠 芳草七七 人们在山上放牧 在河里打鱼 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村民们时常听到 从地下传出奇怪声音 那声音是在询问是否打开龙门山 一位胆大的牧羊人回应道 开吧 听到回应的龙门山突然天崩地裂 从中间裂开 沿路上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窿 窟窿内隐隐绰绰全是石像 千丝百态 从此龙门石窟名扬天下 很显然这是古人无法解释 一雀形成的原因才想出来的说法 从古至今 关于一雀成音的各种推测非常多 其中有一种说法 就是和修建古代的宫雀有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原因就在这个雀上 我们知道这个雀是我国古代建筑在城门宫殿寺庙前的两个高大的多用于瞭望的建筑物两屋之间空缺如门 作为道路就称为雀 因此后来的帝王住所都称之为宫雀 您看我身后的大屏幕 这个一雀是两山加一水 形状的就像一道天然的门雀和屏障 因此人难免会认为一雀是人为修筑而成的 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考察队查阅史籍资料后 发现了一段关于一雀的历史记载 公元581年的一天 隋扬帝打算将洛阳定为帝国东都 他亲自登上芒山之巅 眺望一雀观赛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一雀景观 竟与洛阳城门和皇宫正门垂直相对 严少君教授告诉我们 一雀在明代以前是通往洛阳的唯一通道 也是南北通行的重要关口 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一雀山口真的和古代洛阳城门相对 就不能排除人为所知的可能 那么会不会是古人为了方便南北的交通 人工凿出一雀山口呢 苏建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多年从事文博考古工作 倒是叫建国门 也是叫咸的后来唐的叫定定门 定定门对住这个龙门的口 考察队决定一探究竟 看看这两处地方是否真的在一条直线上 这里呢就是隋唐时期洛阳城的定定门的遗址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遗址上又重新建起了定定门的一个城楼和城墙 记者找到了隋唐时期的定定门 并在城楼上仔细观察 由于现代建筑众多已经无法在定定门上看到一雀山口 我们决定去洛阳博物馆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洛阳市博物馆 听说了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一个沙盘的模型 我们再去求证一下 看看在这个模型里头 它显示的这个定定门和一雀是不是在同一边之间的 在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们开始在古城沙盘上求证两者的位置关系 经过了解 考察队发现一雀山口并未正对洛阳城的正门定定门 而是对着偏东的长下门 难道是史书记载有误吗 然而在进一步的考察中 严绍军教授有了新的发现 一雀所在的地区属于洛阳古盆地 由于紧邻黄河水源充沛 这里形成了尽早的人类聚居区 受喜马拉雅山抬升作用的影响 流进古盆地的一河落河不断形成阶梯状落差 在夏昌以及后来的捍卫时期 因为地壳运动频繁导致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经常遭受洪水泥石流的袭击 因此人口规模不大 到了隋唐时期地壳运动相对稳定 人口聚居位置开始往高处转移并不断扩大 逐渐在洛阳地区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由此我们得知洛阳城并没有固定在某个地方 而是在洛阳地区不断地小范围迁徙 而洛阳城几经一未 后人已经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个朝代的都城 与一雀山口在一条直线上 也许只是古人根据目测来断定的 总之考察队无法通过一雀与洛阳城门的位置关系 来判定一雀的形成原因 考察一时陷入僵局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调查逐渐深入 一雀成音 扑朔谜底 是率中治水的大羽 真的是开凿一雀的英雄吗 一雀奇观 谜底中国正在播出 考察队经过走访了解到另一个信息 关于一雀的成音 在很多古籍中都认为和大羽有关 淮南子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与晋首领之位后 首先要解决的是威胁部落生存的水化问题 他率众拓宽疏通了神滴水道 又挥尽一雀 落川之水陷入黄河 归于东海 洛阳平原 重见天日 也就是说 古人认为一雀是大羽一点一点挖筒的 那么 帅动震水的大羽 真的是开凿一雀的英雄吗 然而 严少君教授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 大羽生活的年代 人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质和青铜工具 而龙门山的岩石 主要是硬度在五度左右的灰岩和白云岩 这样硬的岩石就是用铁刀 也只能产生浅浅的印痕 更不要说用硬度和这些岩石 差不多的石质和青铜工具去披凿一雀 因此 他认为大羽时期 要完成整个一雀的开凿 恐怕是不可能的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 一雀的形成不是人力所为 能造就这一奇观的 只有依靠雄伟的大自然之力 那么 究竟是何种力量创造了这个奇迹 它又是如何抵挡住 季节性洪流的呢 就在考察队一筹莫展的时候 专家在一河两岸的东山和西山上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两侧山体的岩石上 有很多被溶石的现象 而且这种溶石 竟然也出现在了 位于东山海拔150米的石窟顶部 那这个位置刚好在看镜石的顶部 那么也就是说在看镜石顶部呢 有一期河流节地发育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镜石顶部呢 有比较强的野荣发育 严股台的高层 大概是一级接地 放线市那个地方 有一期接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又有一期接地 这个地方比放线市还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大致有三个接地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岩石呢 表面整齐融石的现象 那个岩石的融石呢 就在这个高层是非常明显的 岩绍军教授认为 虽然降雨也会对石灰岩山体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 但是能对洞窟造成强烈融石 抛石作用的只有长期稳定的河流 而这一地区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伊河 也就是说现在位于山脚下的伊河 曾经达到过150米的高度 事实果真如此吗 岩绍军决定对龙门石窟两侧的山体 进行全面的考察 寻找更多的证据 当考察队来到位于东山雷谷台三洞前的一个高地上 岩绍军教授发现 在距离伊河水面约20米的山坡上 竟然有很多个体较大的圆形鹅卵石 这个鹅卵石呢 这个石头 我们这个石头 圆形的石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看看它的形态 它的形态是圆的 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形成圆的呢 一般的时候 我们现在河里面的石头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河里面的石头就是圆的 它要形成圆的话 就是从它面的地方慢慢慢慢地滚过来 我们叫搬运过程 搬运的过程中 也有不断地磨 就磨圆的作用 第二个我们会看成分 这些成分呢 很多都是岩浆岩 都是火山岩 就是硅脂岩比较多 那么这个岩石呢 它的强度就比较高 那它就是 它的成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沉寂岩 我们这个是个灰岩 这个灰岩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个沉寂岩 这那个岩石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它这个岩石不是当地的岩石 不是当地的岩石 只能搬运过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原来呢 应该是个河流 它的现状就很 我们现在的河床的现状是一致的 在专家看来 这些圆形鹅卵石的出现 恰恰证明了 伊河水流长期稳定的特点 以及原先的位置关系 它是和我们这个地方的地角台深 后期的台深有很大关系 后期的河流 整个地角台深起来之后 河流相对来说下降 下降了过后 它就会河流就不断切锅 切锅我们这个基岩 它就把我们原来的河床 残留在我们这个 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至此 专家为我们描述了这段 沧海桑田的地球演化过程 在遥远的二别纪 龙门地区地势低洼 湖爪密布 植物茂盛 还未有山体隆起 因此 伊河可以顺利流过这里 到了距今 约二百六十万年的 第四季初期 龙门地区在地球内力作用下 开始大规模的抬升 此时的伊河水 在向黄河汇聚的过程中 龙门是避免之地 由于受到山体的阻挡 会形成一个天然的溃水区 当伊河水越聚越多的时候 河水就会漫过龙门山 继续向洛河和黄河方向流淌 由于龙门山主要是由一倍熔石的石灰岩构成 所以在伊河水的侵蚀下 山体形成了很多溶洞 这些纵横交错的溶洞 长期被流经本区的河流垂直侵蚀 久而久之 岩石较脆弱的地方就会塌陷 之后 龙门山地区又经历了两次排升 但伊河水都以同样的方式逐渐下切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伊雀山口 因此可以说 伊雀是龙门山和伊水互相作用后而形成的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后来 居住在伊河沿岸的百姓 在大雨的带领下 率众披凿 输郡河道 对龙门山水的局部进行改造 进一步完善了伊雀的形态 因此留下了很多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 虽然解开了伊雀的绅士之谜 但是还有一个现象依然无法解释 伊雀为什么会对季节性洪流起到舒缓和阻挡作用 从而保护了龙门石窟呢 专家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伊河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是什么原因形成伊雀奇观 滔滔到洪水面前 它是如何为千年石窟提供庇护的呢 伊雀奇观 比比中国正在播出 伊河全长368千米 发源于雄尔山南路的蓝川县 经松县 伊川 然后过伊雀 川洛阳 注入洛水 最终流入黄河 但是到了龙门地区 伊河忽然来了一个接近90度的大拐弯 而向北流动 不仅如此 流向龙门地区的伊河 还在途中演变成格子状若干条小支流 在专家看来 这种独特的流域分布 就像在龙门石窟前 安置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从而使得高速奔流的伊河水 在这里变缓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伊雀河谷虽然不胜宽阔 却可以起到很好的泄洪作用 因此龙门石窟才能够穿越千年 安然无恙 让人不得不感叹的是 伊河作为黄河的一条支流 充当着双重角色 他既是一名建造者 又是一名破坏者 在给龙门石窟带来巨大的威胁的同时 伊河也用自然之力塑造了这个神秘 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伊雀 同时也为龙门石窟的雕刻者 提供了天然的洞窟 后人得以再次基础上雕凿加工 成就了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 古老的伊河水在龙门地区静静地流淌着 千百年来 他默默守候着仪雀 见证了龙门石窟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 也经历了最大的佛像 鲁舍纳大佛最后的竣工 他既是古老伊洛文明的源泉 也为洛阳成为十三朝古都奠定了基础 汇入黄河之前 他在龙门地区孕育发展 与黄河共同创造了汉唐文明的高峰 可以说一确是地球内力和大字人外力 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 是天宫与人力完美结合的杰作 虽然我们最终从科学的角度找到一确之谜的合理解释 但是专家告诉我们 不能因此对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完全持否定态度 因为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那些神话故事往往是古人看到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 借助于想象和文学加工来进行解释 所以其中会包含一些远古的地球信息 比如神话女娲补天 就有地质专家从中发现了流星撞击地球的证据 在比如聊斋质疑当中描述的很多场景 都和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能够对应起来 当然了 一确会不会伴随着新的证据出现 而产生其他的推测 也是有可能的 我想这就是科学考察的魅力所在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一个自然天成的巧合 提示千年寻枯的奥秘 一确奇观 比比中国即将不出 确定他们的名字 我们今天要带您去的这个地方有些特别 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它名字的由来 而让它引起众人关注的却是不久前一场不期而遇的洪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0年7月24日河南地区连降暴雨 洪水导致洛阳市潭头镇的伊河汤营大桥整体垮塌 如此山体上还布满裂隙和溶洞 加上大量石窟的开凿 有些洞壁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面对来世凶猛的洪流 这个传承千年的石窟圣地会不会被彻底冲毁呢 此时伊河水的流量是平时流速的63倍 急流狂奔的洪水顺着伊河向龙门石窟重去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荒石窟的时候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翻开中国的版图 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地名是数不胜数 但是其中也有一定的规律 他们大多以山水作为标记 比如湖北湖南是根据洞庭湖为界 湖的南侧为湖南 湖的北侧就是湖北 河南河北也是这样 以黄河为界 然而翻滚的洪水并未减缓流速 反而更加凶猛的向下游冲去 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引起人们的担忧 因为伊河的下游是人口密集的古都洛阳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李洛阳城12000米的位置 这里的岩石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 非常容易被水溶石 不仅容易被水溶石